从第二届世界浙商大会的国企民企对接会上了解到 我省多个原本属于国家垄断投资项目 将向民企开放 这些行业包括能源 铁路等 在今天举行的第二届世界浙商大会国企民企对接会上 我省宣布开放城市燃气 铁路 高速公路 燃油加住基地等129个项目 总投资额达到3244亿元 如正海天然气 热电联产工程 金胎铁路项目等 这些国家能源 铁路等涉及国家基础建设 能源安全的重点基础项目 以前只由国企独揽 这次向着全省民企开放 引来不少民企关注 曾经主营汽车配件的金恒德集团 甚至对旅游项目表示了兴趣 我们对它九方三比较感兴趣 九方三这个旅游项目 这次绿都控股准备投资50亿元 参与建设洲山天然气仓储基地 相关负责人表示 他们以往做的是房地产项目 这次投资跨行业幅度比较大 但我省对国家垄断项目的开放 让他们看到了多元发展的新机会 因此颇具信心 我认为民营企业 近日能源 一些国有垄断 一些是国有垄断的一些行业 这个大梦已经动开了 我们所谓一个民营企业家来讲 这样的机会的话 真的还是 以前还是没有想到过了 这次对接会上 省能源 旅游 物产等大型国企都拿出一些投资额不太大 见效实现不太长的项目 寻求与民企的合作 国企表示 依靠民企的参与 也能促进国企的转型升级 有些在市场的感知度上面 从风险的把控上面 这些优势我觉得跟我们国企可以形成这么一种互补的关系 共生共赢 共同发展 共同推动这项经济发展 今天106家大型民企参加了对接会 后期 国企民企还将对双方感兴趣的合作项目 进一步洽谈对接 今时新闻记者 刘丹峰 吴正元报道